这个视频主要介绍一下罗涛世博器在2022年的春节期间发布的一个新版本的功能 是单次采集的功能 我们放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边是我们的网站 在这个位置 不幸刷新率这边上面 这个 那单次采集就是说 你采集像我们这样子就是一直采嘛 对吧 或者是单次出发采一屏 这个是说我点一下单次采集 它只采一个点 一个数据点 那这个是有很多这种应用 说我只关心这当前时刻 我点了这一下的一个量 当然这边可以选啊 你单次采集什么呢 你可以是说我的这个 我单次采集的这个平均电压 或者最高电压 最低电压 各种的峰峰值 或者是频率 周期脉宽 这个通道A的通道B的都可以 有很多 基本上就是什么 你的这些所有的测量量 我们这边 看鼠标 这边有所有的测量量 只要是测量量能测出来的 你都可以把这个当前时刻的采集到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频率吧 现在就是1K 对吧 我这选通道A的频率 但是你可以采电压 然后我点一下单次采集 他就采了 单次频率是1K 然后这是单次采集的操作 然后它的界面在这 你看已经有那个0.998K 这个是时间 对吧 好 然后看 采了一个点 你点一下 它采集一个 单次采集 然后比如说 我把这个频率变一下 这是我们自带的那个批大按波 所以可以变 比如说1.6K 对吧 1.6K 让我再单次采集一下 好 在这 单次采集的界面在这 这是操作界面 方便你不用切换 直接就操作了 你要看的话就在这 1.591K 对吧 一个时间采到了 好 然后你可以采很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回去采很多 我再变一下 1.8 然后再采一下 然后保持1.8 我再采 都采几个点 然后再 2.3 我再采几个点 3.1 再采一下 我们基本上采了很多点 是吧 都在这 刚才 可以有列表 然后默认的 你把所有的这种采的点 但是操作标 这是最小 这个是8886 对吧 基本上5K 然后每个采样点 它默认的是横作标是等间隔的 对吧 这样你可以看 从头上看得出来 这种应用一般是说 比如说你做实验 你对一个未知的情况 你调好了你的实验条件 给定信号什么的 然后你觉得这是OK的 你要记录一下当前的点 你给它单次采集一下 然后它把所有数据记下来 然后最后形成一个曲线 对吧 那这个曲线 你可能是需要进行理合 像我们这样子 没有任何理合算法 基本上就是线性的 线性的理合 就是直接连起来的 点 这个就是你的 我放在这个点上 每个点上 每个采样点上 会有时间和数值 放在每个点上 然后你可以进行理合 线性理合 就是说Y等于AX加B 那就是每个点 这么多点 然后你找出来一个线性规律 就是横作标和纵作标 是一个指斜线的形式 Y就是Y等于AX加B 就是几倍的斜率 然后加一个偏移量 这是线性理合 就是你近似认为 你这些点是有误差的 那它如果用简单的数学表示 线性的数学表示 就是这样 这个橙色的 当然你可以用二次多项式 就是Y等于AX方加BX加C 那这个比它的线性是一次一次的 二次的话 比它能更复杂一点曲线 是吧 这样你看这个蓝色的 你和这些所有的采集点 它会比这个会更接近一点 然后也可以三次的 三次的就是这个紫色的 对吧 它能更 因为它次数高 所以它可以表征更复杂的特征 所以它紫色的 它更贴合也得原始曲线 你也可以用对数的 对数是这个绿的 当然对数的话比较特殊 就是你的这个本身 你的这个波形并不符合 对数的这个基本的形式 所以它 你看的是不太贴合的 对吧 这个是需要根据你选的 根据你踩的点以后的 这个大概的形状 其实我觉得它更 贴合这个三次 对吧 好 这是指数的 指数上升 是这个 是这个红色的 你可以认识 你的各种的 拟合方式 这样子就 就做到了一个单次采集 配合着你的 选择的拟合方式 然后做你的科学实验 然后比如说 有时候你单次采集 可能会漏掉一个点 或者是有错误的点 你要修正 比如说你可以增加 对吧 你默认在尾部 你可以在头部 比如说在头部 增加一个 X我不管吧 Y的话 比如说它是0.9吧 我这个0.2 对吧 小OK 它增加了一个0.2 好 第一个点 就增加了这个 那它所有的这种 和曲线和曲线也可能就变了 对吧 我也可以在尾部 或者在哪个ID后吧 但哪个ID后 就是123 比如说在4 1.78后面 在4后面增加一个3 好 16怎么样 最后一个是15 最后一个是15 对吧 我要去掉哪个位置ID位置 比如说刚才增加的这个5号 就是3这个点 对吧 5号去掉 好了 再回到 然后把最后一个增加 再回过 刚才时间发疤了 好 这就回答我们就开始了 那这个 就像刚才说的 你其实可以用我们的视过去去采一些 这个演示的是频率 任何的物理量 比如说你一个系统 你输入了一个数值 比如说这个电压 或者是一个频率 或者是一个什么张空比 它输出了另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相位 或者就是个频率 或者是个电压 你可以把这个输入 输入关系 对应的采 用单次采集 你调好一个状态 采集一下 挑好一个状态 采集一下 之后就可以 理合出来一个曲线 然后就可以得到 你的实验结果 这个功能还是挺有用的 这个是新发布的功能 给大家演示一下